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N频道 由今集开始我们会和大家分享 邓碧云的戏剧人生 邓碧云生于1924年9月27日 生于1991年3月25日 邓碧云的原名叫做邓卓虎 他是广东的三水人 他是著名粤剧女龄、女演员 另一方面也是影视明星 他拍过电影、电视剧集 早年邓碧云以粤剧和粤语片为主力 后来粤剧退休和粤语片退休后 他就改为在电视演出 在电视演出以孖打这个形象 潜贼人口 邓碧云的性格非常爽朗和热成 他乐于帮助别人 而且他非常活跃社交生活 他的人缘非常好、非常广博 在1949年底 邓碧云来到香港 担任碧云天剧团的班主 然后在1959年的一次选举中 邓碧云、辛马斯增和梁省波 他们三个被入选为粤剧的三王 在1950年 邓碧云进身电影圈 第一套拍摄电影 就是《风火送池云》 在1991年3月25日 邓碧云逝世 享年67岁 接着我们就详细介绍一下 邓碧云早年的经历 邓碧云原名叫做邓卓符 是广东三水人 他自幼对粤曲和粤剧 有浓厚的兴趣 他就拜师 拜了了了为师 学习唱粤曲 继续在茶楼或曲弹上 登台演唱 以此为生 后来太平剧团实行男女同班制 几乎所有广州的天台女花旦 都被马斯增聘请 去到太平器园登台 当时初出道的邓碧云也在聘请之列 邓碧云在香港 在南方粤剧学院学戏 你在《乐剧学校》 means 广东也是 Tuesday 云是月剧的著名蓝花旦 她经验 quelore 都以同事 她经验的實驭心 她和经验非常老 而且《乐阳》可关上 当粤剧学院学戏的,除了邓碧云之外, 当时还有几个粤剧红龄都在同一时间学戏 与邓碧云一起学戏的,还有方艳芬, 林家星,林家宜,陈好球等等, 都是一起学戏的 邓碧云除了在香港演出之外, 在战时也曾经走难去澳门演出 他以正印花弹的身份拍任劍辉等等文武生演出 后来他受聘回到广州,加入当时巨型班 《感天花剧团》,加入感天花剧团的时候, 就是担正正印花弹的, 当时与邓碧云同行的,还有邓碧云, 香港粤剧界很多时都说大碧小碧, 大碧其实就是指邓碧云, 而小碧就是指邓碧云, 在四十年代末期,大碧云同时回到香港, 加入了不同的剧团演出, 邓碧云这时候拍档得最多的, 包括有申马斯增和王千岁等人, 这两位亦都是大碧姐最常见在电影里做拍档的, 在五十年代末期,邓碧云因应观众的口味, 同时亦因应自己的本领, 于是他将自己摇身一边, 就变为了一个万能的弹后, 什么叫万能弹后, 即是各方面的做法都可以尝试, 或者各个角色都可以尝试得到, 尤其是他那些乡下画, 他通了很多地方的乡下画, 另外他亦自造迫云天的剧团, 他自己做文武生, 真是相当之万能, 他拍当时当家的花旦, 当时主要的方家花旦, 他拍过的, 包括有李宝盈, 郑碧云, 吴君丽等等这几个花旦, 另外还有波叔梁省波, 当时也是加盟迫云天, 来帮忙, 邓碧云, 于是以迫云天这一班, 一路做下去, 一路演出, 直至到七十年代, 仍然间中, 仍然间间段段, 仍以迫云天来做抬脚演出, 一直到八十年代, 他退出, 转为在电视台演出, 在八十年代, 因为受到力邀, 电视台的极力邀请他, 参加演出电视剧, 直至到1991年一月, 邓碧云因为病, 在香港逝世, 享年六十五岁, 今天和大家分享邓碧云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 又暂时告一段落,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 点赞, 分享, 亦都大家希望, 多多订阅我们这个阿N与阿Lang频道, 拜拜!